升級改造 古老運河增添新活力 現在江蘇600多公里的運河 承擔著整個金剛大運河 73%左右的運量 林口古鎮 品嘗地道的林口羊肉 好吃的好吃的 它很嫩 非常的香 了解南朝食客的歷史 南北朝時期 應該說是中國石雕藝術的一個高峰 就是它上層這個漢境下起隋唐 江南水鄉 小鴨子和季生蜂 携手守護有七島 鳳頭鴨 還有兩次 對 對 對 今年幾年在田裡面爆漾工作 上鍋還不錯 遠方的家系列節目 《大運河》第29集 運河兩岸 水潤丹陽 正在播出 遠方的家《大運河》市旅組 繼續江蘇省的行程 這一站 我們來到鎮江市 金航大運河鎮江端南起丹陽 長洲交界處 北到長江見立船闆 全長42.6公里 東西流向了長江和南北走向的 金航大運河在這裡交匯 兩條水運大動脈 讓鎮江稱為江河交匯的 重要節點城市 從長洲新北區 鎮入鎮江丹陽市 和我們之前看到的一樣 《大運河》上依然是一排繁忙的景象 盛制組離開長洲 沿著蘇南運河一路北上 來到了丹陽市 我身邊這條河道的前身 就是清朝時期開通的 圖陽運河 距今已經有2000多年的歷史了 如今它依然是金航大運河 在丹陽段的主航道 每天都會有絡繹不絕的貨輪 搭載著上千吨的貨物 通過這條運河南來北往 波蘭不經的圖陽運河 不僅沉澱著悠久的歷史文化 也見證著現代航運的發展 兩岸人們生活的變化 關於丹陽的故事 就讓我們沿著 這千年古運河的脈絡 開始說起 清航大運河 從蘇州到鎮江這一段 也被稱為蘇南運河 和之前的蘇南運河南段 中段不同 鎮江所在的北段 因為地處平原丘陵過渡區 地勢不如蘇西長平潭 這也為鎮江大運河的開鑿和治理 帶來了一定的難度 據史料記載 到在兩千二百多年前的秦朝 就曾在這裡遭斷了丹土長崗 和雲陽北崗兩處丘陵高崗 連通了太湖流域和長江沿岸 使吳越之地的水道得以從今天的丹陽 直通丹土江邊 從而北入大江直打寒溝 如今隨著大運河的不斷升級改造 昔日的圖陽運河 已經成為現代化的水上高速公路 張老師像我們船行駛在的這段運河 大概是位於鎮江的一個什麼方位啊 我們現在行駛的這段運河呢 是蘇南運河鎮江段 最南邊的旅程段運河 其實在我們聊天的過程中 經常就能看到這些貨輪 從我們身邊經過 是絡繹不絕的 對 像這條運河 現在的吞土量還是很大嗎 對啊 我們現在江蘇600多公里的運河 承擔著整個靜岸大運河 73%左右的這個運量 而我們整個這個蘇南運河 現在僅從建筆船渣落口的 滿載貨物通貨量 就能達到1.14億的 擔任在這個鎮江段的這個運河上 航行的這個船部 每天要達到700艘以上 船隊要達到10個船隊 張坤倫 1992年曾參與金航大運河 鎮江段河道整治 現在擔任蘇南運河 通達長江的建筆船渣 管理所副所長 對鎮江段的運河情況非常熟悉 他告訴我們 由於運量大 價格便宜 水運仍然是很多商戶運送物資的首選 這些經過劍筆船渣往來於長江 與大運河之間的船隻 來自山東 安徽 湖南 湖北 四川 上海等虛尚的相識 現在我們身後看到了一艘特別大起輛的貨輪 它的每一節就像一節一節車廂一樣 像行駛在運河上的火車 這個就是行駛在蘇南運河上的這個船隊 它是運送的焦炭 山東的焦炭 早在很多年前 守山東下來 或者走安徽過來 大部分都是煤炭 那麼煤炭的發熱量低 污染大 那麼現在它運輸的就是半製成品的焦炭 這種焦炭它發熱量高 但是污染又少 像這個船隊的話 一般船上會配備幾個船員呢 坡頭上這個比較配備輪機 駕駛 水手 能相對比較多一點 不船上兩個 帶舵的就行了 張昆倫親身見證了大運河 以及運河兩岸的發展 他告訴我們 2007年蘇南運河鎮江端 四改三工程正式啟動 把之前寬70米的四級航道 拓寬到如今90米寬的三級航道 通航能力也由500噸級增加到1000噸級 大大提升了運河的航運能力 像現在的話 我看這些貨輪上運的主要是一些 重工業使用的原材料 那以前的話 主要運載的貨物是什麼 明清年代的這個江南運河 主要承擔的是潮運的功能 一般是運糧食 茶葉 木材 銅油 這些這個農商的這種製成品 那麼到了工業時代之後 就是說擺面的這個能源 要往南面來輸送 大部分是煤炭啊 一些石子啊 這些建材為主 那麼到現在 隨著這個工業化的這個發展啊 工業的半製成品和這個成品 運輸的這個相對來說就比較多 繼續向北 我們來到大運河林口段 林口段運河 是蘇南運河上的第一段生態航道 這裡河面開闊 水流平緩 兩岸一片翠綠 由於生態環境的改善 河岸上隨處可見 伺機迷失的夜路 我發現船行到這個位置 兩岸的河岸的形狀 好像跟之前不太一樣了 向上面竖著一根一根圓柱 那個是有什麼作用嗎 這個河岸機構呢 叫半圓色斧桶河岸 主要是為了就是說 防止這個船破靠岸的時候 對這個牆起進行碰撞 另外呢就是說 船行駛的過程當中啊 產生了這個細浪啊 進行反射 這樣就有效地避免了這個 船間的這個吸浪效應 這類似不安的這種 互換機構研製出來之後 在我們以後的這個 宋南運河乃至於這個 長洲段 五溪段 蘇州段的改善 進行大力的推廣 另外呢我們在一級平台以外 首次採用了這種 生態式擋牆的這種機構 那麼這個一級坡 到二級平台之間的生態擋牆 有效地保持了這個 岸邊的這個水土 和這個生態的這個復原 除了半圓式福童護岸 河道施工中 還根據不同航段的地質水紋 採用了直立式護岸 透空式鋼筋混凝土護岸 和空襄式護岸等 不同的護岸結構和建築形式 一路向北繼續航行 打約半個小時 丹陽市的城市面貌映入眼簾 我們與當地的巷島 陳徽走進丹陽市區 丹陽 古城 雲陽 曲鵝 公元前334年 楚國在這裡設立雲陽義 距今已有2300多年的歷史 是江南著名的歷史文化古城 陳徽告訴我們 歷史上的大雲河 曾經在丹陽經歷過三次改道 第一次改道後 首先經過的就是西門 我們身後現在看到的 雲陽樓下面就是一條運河 這條運河是什麼時期修建的 這條運河就是明代嘉靖年間 我們運河在丹陽城 第一次改道時候開挖的 那之前那條古運河 和它是什麼位置關係呢 之前古運河在城的東邊 我這邊手機有一張圖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圖是光緒年間繪製的 但是明代就有這樣的格局了 丹陽最老的古城 是集中在西門這一塊的 這是宋代時候就有的 當時的運河是從這邊 你看往東南方向去的 到了明代的時候 城往東闊 逐步逐步的就把這個老的運河 就已經納入到城內了 為了減少這個水的流速 它就從這個城西北這邊 繞城西北 西南 東南 往東 從我們腳下這邊的西門 寶城橋這邊 從到那個開泰橋這邊 然後在東門匯入圓線的運河 第二次改道呢 是在東南這個寶塔灣的地方 它人為的開了一個大的S彎 叫鑽河 如今城內的古運河 已經成為了丹陽的護城河 大運河塑造了丹陽市的城市面貌 經過幾次運河改道 如今丹陽市內水網縱橫 金航運河 丹金利草河 檢渡河 九區河 香草河 形成了如今丹陽的水系主體 離開西門 成輝帶我們來到大運河 第二次改道號留下的遺跡 寶塔灣 我們身後的萬善塔就建在運河邊上 它是什麼時期修建的呢 明代崇祯十年 距今有將近四百年時間了 我們這個塔呢 它主要作用的就是震水 一般的商船啊 過了長江之後 看到的第一個建築 就是我們的萬善寶塔 所以有這樣一個說法叫 一支塔影任江南 因為丹陽城的地勢相對比較高 然後呢 一下這個丹陽城啊 往蘇姬堂去呢 它的地勢就是一馬平川 這個水流相當急 為了減緩這個水的流速 保障這個行船的安全呢 所以就在我們丹陽東門灣這邊呢 人為地開造了一個 相當於S型的一個曲線灣 有幾道灣呢 這邊差不多有兩道 加上我們第一次改道的 故城河那一道呢 基本上就形成了 我們水利上叫 三灣底一闸這種水利效果 萬善塔高48.6米 塔深呈八角形 為磚深墓延樓格式結構 它在古雲河畔拔底而起 微然毅力 我們現在是來到了 萬善塔的頂層 站在這裡其實就能很清楚地看到 整個城市運河的走向了 對的 對的 像我們面前看到的這條 有一些布滿綠色植被的運河 是最古老的 這一段是最古老的古運河 那以前古運河的走向 什麼樣子呢 原先是直通的 然後我們看的這個呢 是1958年之後開的 叫南門分紅道 東邊它通到新開瓦的大運河 西邊通檢渡河 然後呢 這個老運河呢 就是在我們這個寶塔下面呢 人為地挖了一個S型的大灣 對 其實從上面開還是很直觀的 這個灣是很大的 對 對 對 那個河道是從這邊 一直往這邊流 然後是怎麼個流向呢 然後你看啊 從外面流 流到那個新海徽室那邊 就一直往東南去了 就接到那個新的南二環大橋 接到這個新的運河了 離開萬山塔 一近傍晚時分 市制組驅車前往南二環橋 陳徽要帶我們感受 古老丹陽的嶄新風貌 橋下運河上的貨船往來不斷 岸邊 丹陽新城高樓林立 城因水而興 水因城而臨 古往進來 丹陽與運河相生相伴 息息相關 那現在快到晚高峰的時間了 站在這裡其實往來的車輛很多 對 這裡是丹陽市的南二環 南二環大橋 下面這條就是第三次改道之後的 金航大運河 在1958年的時候呢 當時是在丹陽城的城東 其實離著丹陽城還有三四里路的 但是後來隨著改革開放 我們丹陽往東發展 之後呢 丹陽開發區也放在了 大運河以東 然後隨著這些年的發展啊 開發區的面積幾乎已經超過 老城區了 所以這條新開挖的這個 這個金航大運河啊 又成了我們丹陽的 山城而過的一條河了 站在南二環橋上 川流不息的車輛 往來與丹陽新城 與老城之間 讓我們感受著 古老運河兩岸的新活力 在我們即將離開南二環時 遠處洪峽滿天 火一般的雲團 浸染了大片的天空 映照在一棟棟建築上 如同孩童臉上 泛起的微微紅韻 運河與丹陽 給我們留下了一段難忘的時光 林口古鎮 品嘗地道的林口羊肉 好吃的好吃的 它很嫩 非常的香 瞭解南朝時刻的歷史 南北朝時期 應該說是中國石雕藝術的 一個高峰 就是它上成這個漢境 下起隨堂 遠方的家系列節目 《大運河》第29集 運河兩岸 水潤丹陽 正在播出 丹陽市的運河兩岸 保留著很多豐富的 歷史文化遺產 林口鎮因為南朝 黃陵時刻而聞名 第二天一早7點 市職組從丹陽市去出發 從陸陸再次來到林口鎮 陳徽告訴我們 瞭解南朝黃陵時刻之前 我們可以在林口 先領略一下 當地的三早風俗 品早茶 吃早面 喝早酒 早上來這兒吃早餐的人 還挺多的 你們喝得早 現在是早高峰 就是吃早餐的人最多的 基本上每天都能這樣吃的 你好 你們好 你好 你們好 你好 你們是約著朋友 一起來這兒吃早餐嗎 對 都點了些什麼呀 加入 豬海豆 豬尾巴 再加這裡更有特色的麵條 我看麵條是 還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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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了 吃完了之後就有點上了 早餐喝酒 對啊 早餐喝酒 這就是他們這個地方的豐富 你們是當地人嗎 我是長州 新北的 新北那邊過來的 對啊 多久會來這兒吃一次呀 三天兩天我們外過來 你們都是 美食都是一起嗎 對啊 怎麼就好這一口啊 因為我在這個地方 我以前一直是吃美容茶 冰森的 送戶過來 我在15年以前就過來 覺得味道怎麼樣 這家店感覺怎麼樣 相當好 可是長州那邊過早的習慣 是不是跟這兒有不太一樣的地方呢 有 我們長州那個地方呢 基本上是一些小麻糕 和麵條 但是我們到這邊來呢 可能就是吃這個硝热 聽當地人介紹 地處大運河邊的林口 過去茶館多 清晨四五點鐘 老人們便到茶館喝早茶 一把茶壺 一盞茶杯 便能從早談到晚 從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 老茶館陸續消失 但人們喝早茶 品早酒的習慣卻從未改變 早餐時間 店內食客眾多 他們都對這裡一道美食 情有獨鍾 那就是餚肉 肉香隨俗 我們也找好座位 點過早餐 坐下來品嘗一下 我們的早飯也上桌了 再林口 這就是最傳統的吃法 對 餚肉配上一碗麵 再配點薑絲 對 這個餚肉呢 我們當地叫削肉 為什麼叫削肉呢 因為它在製作的過程當中 它會加入一種叫削的物質 其實就是亞削酸辣 然後大麥粥 一般都會配點蘿蔔干吃 在我們丹養 幾乎大麥粥 可以說是家家戶戶都在吃 先嘗嘗味道 你嘗嘗味道怎麼樣 好 夹一塊餚肉 感覺怎麼樣 好吃的 好吃的 因為它大部分都是瘦肉 對 可能我們理解上瘦肉 會有點偏柴的口感 但這個完全不是它很嫩 對 就是裡面很鬆嫩的 對 非常嫩 而且也沒有那麼的鹹 所以說配上這個麵 雖然這個麵的外面 裹的應該是醬油 對 但是兩者搭配在一起 也不會覺得很鹹 反而會覺得非常的濃 非常的香 對 鮮美的羊肉 清香的大麥粥 搭配起來營養豐富 如今 近林口鎮就有六七十家 羊肉麵館 成輝告訴我們 林口人有趕早急的習慣 以前每逢農曆169均有早急 即使興旺便由此發展出 過早的習慣 吃過早餐 很多人還會打包一些羊肉 帶回去給家人品嘗 我們也來到後廚 一看羊肉的製作過程 像做羊肉的話 是一定要選取腱子肉 因為它腱子肉的話 它咳感比較緊緻 它等於是豬後腿上的兩塊肉 豬它成天在運動 沒有吃它最熱 它是大配的 這個是鮮鮮的 現在一斤這個腱子肉 是要賣多少錢 33 零買要三瘦 我剛看你們一直在 把這個肉給掰開 如果說它坨在一起的話 它沒這麼容易入味 像我們已經說要拿回家的話 經過醃煮 最多也就對半了 麗小鳳告訴我們 鎮江的水晶羊肉全國文明 而臨口羊肉則是另一種做法 製作臨口羊肉的第一步是醃製 要在肉上均勻地撒上 薄薄一層粗鹽 並把溫度控制在24攝氏度左右 醃製好的豬腿肉 每隔15個小時就要上下翻動一次 使汁更加入味 醃製的過程要根據季節不同 持續5至10天 現在把鹽鋪上之後 下一步是什麼 補香水 就放這個 這是消水嗎 對 我們搖起來看一下 它的顏色其實有一點像醬油 但是比醬油要更透一點 這個裡面這裡小 這麼就差不多了 三分之二 這麼多就可以了 這裡就可以了 放這個消水的作用是什麼呢 是給它上色嗎 還是讓它的口感有些區別 放消水裡面它就發紅發紅就香了 放多了它容易發硬發紫 你放的少了它也不香 麗小鳳介紹 食用的消水也叫亞椒酸鹽 是一種食品添加劑 一般用於給肉製品上色 但不能過量 否則會對身體有害 腰肉醃製好後色澤鮮亮 接下來就是主制的環節 麗小鳳告訴我們 腰肉的製作過程並不複雜 主要是控制食用的消水的比例 和添入自己的獨家秘方 煮製時 要一家煮之前熬好的老湯 以及蔥 薑 八角 桂皮等調料 先大火煮至二十分鐘 再轉小火熬至十五分鐘 腰肉就成熟了 出鍋後的腰肉粉嫩透亮 既鮮香又精致 麗小鳳一家平時就住在樓上 忙完店裡的剩意後 她帶我們來到二樓 裝修得還挺溫馨的 一共有幾層啊 三層 三層 現在一家有幾口人呢 現在只有三個人 那當時一開始的時候 店面就是在這兒嗎 之前租了人家的房子 租了人家房子以前就在外面 就是大的棚子 那最早是誰在這兒開的麵館呢 是她奶奶們存下來了 當時太奶奶來這邊 是怎麼想起來過來的呢 他們是一路整理到這邊的 從岩城一路做生意 一個小木船 滑滑滑的 也大雲和一旦 哪裡有金呢就上去 就挖到我們林口了 我們林口那個時刻呢 到處走一走 四的四半隻啊 金又多 受到生意好做 他們覺得自己生意好做 就在我們這裡落下了 搞小混沌 小混沌做的生意好像還好的嘛 就下面條了 下面條嘛 根本就自己搞小肉了 從最開始的兩間小草房 到後來的瓦房 再到如今寬敞的店面 麗小鳳家的羊肉麵館 在林口鎮已經經營了30多年 現在店內每斤羊肉賣80元錢 平時一天就可以買出四五十斤 依靠麵館 麗小鳳一家 每年有近30萬元的收入 很多食客品嘗過後 還通過微信等網絡方式 訂購這裡的羊肉 那您當時怎麼想起來 跟著阿姨一起來做這個羊肉呢 這是家裡的組團的 總要坐下去的 我弟弟呢也有單位 那只能就是我回來幫忙這樣子 當時來這裡做的羊肉 和現在你們做的有區別嗎 我們這個呢 最讓他們趕近一點 因為他們以前都是一個後腿 後腿裡面全部都是筋肉 那時候呢 人在羊肉吃啊 結果這條件不錯了 現在的國家形勢這麼發達 條件這麼好了 人的口味也好 我們現在真的就挑 最好的一塊肌肉 做羊肉了 那您之後有沒有什麼打算呢 我之後打算 他們總要叫我女兒兒子 他們自己要爭取 把這個家裡這個祖傳 要一帶一帶存下去 往這個發達的地方 帶氧或者城市往 你們想到哪裡發達 就開個分店 經過幾倍人的努力 麗小鳳一家 靠著製作羊肉的傳統手藝 過上了穩定的生活 如今 羊肉 大麥粥和蘿蔔乾 依舊是林口人最喜愛的搭配 林口距今已有1500多年歷史 歷史上因為南朝皇陵而聞名 吃完早餐 陳輝帶我們來到大雲河 與蕭良河的交會處 這條河叫蕭良河 古代稱蕭崗 因為齊梁兩代帝王呢 都是我們丹陽人 他們在南京做皇帝 樹高千丈 葉落歸根 他們百年之後呢 大部分都是歸葬丹陽 當時建造這個陵墓啊 它需要大量的食材 全部通過水運 通過那個破港毒 然後運河 然後通過這個蕭良河 到達林區 所以專門開造了這條蕭良河 然後 是從哪裡 從哪裡運過來的 然後 陵墓建好之後 每當這個王猴公卿啊 需要葉林的時候啊 也是通過這條河 往林區走的 建了這個蕭良河之後啊 所以才逐步逐步 這邊就開始繁華了 然後呢 後來就形成市鎮了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就叫嶺口 嶺口嶺口 它就是南朝 齊梁嶺木的入口 與金航大雲河相連的蕭良河 長約15公里 從嶺口靜直向北 最遠可抵達水晶山 昔日皇家的御用河道 如今已經變成江南水鄉 灌溉涼田的水源 跟隨成輝 我們沿蕭良河一路向北 來到一處 南朝 黃陵時刻遺跡前 這裡呢 就是梁武帝 蕭衍的父親 蕭順之的劍陵 這條路基本上就是它的神道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條路 對 大概有多少米遠 大概兩三百米 就到它的真正的陵墓區了 像我們身後這頭神獸 它是什麼形象 它叫麒麟 像我們南朝陵墓時刻 面前的神獸 主要有三種 一種叫天露 一種叫麒麟 還有一種叫臂鞋 天露呢 是頭上有兩隻腳 麒麟呢 只有一隻腳 臂鞋呢 就沒有腳了 從我這個方向看 能夠看到它的一個 整個的形態是呈S型的 對 昂首挺胸 眼睛瞪得圓圓的 看著遠方目光如聚 好像隨時都在準備 戰鬥的樣子 對 它的使命 就是在鎮守陵墓 所以它必須要拿出 一種威嚴的氣勢來震住人 它是頭像獅子 身體像蛇 爪子像老虎 但是它又有鳳凰的翅膀 所以它是融合了 各個動物的優點 我們虛構出來的一種 天上的銳樹 南朝皇陵神道時刻 歷經一千五百年的歲月 大都已消失殘缺 劍陵時刻 是現存最完整的一處 這裡有石獸一對 石柱一對 石龜夫一對 陳徽告訴我們 南朝陵墓前的石獸擺放 有嚴格的規定 帝王陵墓前是天鹿和麒麟 王侯將項墓前擺放的則是辟邪 眼前的劍陵坐西朝東 北側是天鹿 南側是麒麟 相對而立 威武大氣 我看天鹿麒麟身邊 還有一個像羅馬立柱的 像它的雕刻記憶好像有很多細節的 包括它頂上的那個造型 它其實有很多佛教元素在裡面 梁武帝他自己就是一個佛教皇帝 南朝484 多少樓台煙雨中 相對而立 相對的 但是他們的文字卻是相反的 呈現出一種鏡面的效果 對 這種藝術就是僅僅就陷在兩代 全國只有只發現兩處 兩代之後就神秘消失了 南京一處淡漾一處 以大型石雕作為陣墓首 始於東漢中野 未進南北朝時期 中原文化隨著人口的遷移 在長江以南地區傳播 南朝皇陵普遍使用陣墓首 和東漢時期相比 南朝石雕不僅更為高大形象 還不同程度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 1988年 丹陽南朝陵木石刻 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現存11處共26間 分佈在丹陽陵口 海發區 丹北等鄉鎮 居使齊樑兩代所刻 南朝地陵石刻和其他朝代石刻 相比有沒有什麼區別呢 首先這個量上面 我們南朝陵木石刻的量比較少 就總共只有幾十處在南京丹陽兩地 然後北朝它就比較多 第二個在內容上面 北朝大部分都是佛造像 而我們南朝這邊的石刻 基本上就是在陵木面前的神獸 一些這些石珠這些 第三個就是風格上面 也是最重要的區別 北朝它的石刻給我們一種粗廣 很敦實的感覺 我們南方的這些石雕 它就融入了我們南方人的這種思想性 就感覺很輕盈 很就是靈動 很有氣韻 它你看它的S型曲線 給人一種忽知欲出的力量 就是和威嚴 但是我們一點都感覺不到它的笨拙 它身上的雕工像花紋 它有捲草紋 有水波紋 還有回紋 雲紋這些 它比較豐富 而且比較細膩 南北朝時期 應該說是中國石雕藝術的一個高峰 就是它上層這個漢境下起隨堂 江與飛飛 江草齊 六朝如夢 鳥空蹄 南朝的往事隨意遠去 這些形象生動 又不是威武的石像 處理在蕭陽河畔 也有1500多年時間 雖然和北魏的雲岡石窟和龍門石窟 相比 南朝的石窟藝術 並不廣為人知 但是通過眼前的 這些南朝目道石窟 我們仍然能夠感受到 南朝石窟藝術的魅力 這些獨具風格的石窟藝術 千百年來矗立在鄉野間 見證著運河與林口 千年歷史的變遷 江南水鄉 小鴨子和季生峰 攜手守護有其道 縫頭一樣 白色的 然後頭上有一撮小毛 對 今年第一年 在田裏面道養工作 上過還不錯 遠方的家系列節目 《大運河》第29集 《運河兩岸水潤丹陽》 正在播出 丹陽地處太湖平原 向林鎮丘陵過度地帶 《大運河》在中部穿進而過 處理刺骨就許著名的 《羽米之江》 拍攝期間我們聽說 距離市區15公里的 延陵鎮 有一個以倒鴉工作的方式 種植有機水稻的村莊 我們慕名趕到那裡 設置組從丹陽市區出發 車行差不多半個小時 來到了延陵鎮的西州村 走在田梗上放眼遠眺 周邊都是綠油油的稻田 西州村作為農業村 種植水稻的歷史 已經有一千多年了 不過同一千多年前 不一樣的是成群的鴨子 如今被散養在了稻田中 稻鴨共作 是這裡種植水稻最大的特色 西州村 位於丹陽市西南部 南林千亩谷湖 蛟龍湖 以及莊湖保護濕地 擁有肥沃的土壤 和清潔的灌溉水源 是開發與生產綠色 有機稻米的理想地域 循著鴨子的叫聲 我們找到了在這裡 種植有機稻田的負責人 謝同舟 謝大叔 那在西州村 使用稻鴨共作的農田 一共有多少亩呢 稻鴨共作的那個面積 總共有七百多亩 其中有機稻田是四百三十米 其他的都是綠色田 你像有機稻田和綠色田 有什麼具體的區別呢 有機稻田就是什麼農藥 化肥 抽草 而抽草機都不能用 綠色田它可以根據國家的要求 適當地可以四億部分化肥 也可以用一次到兩次農藥 謝同舟今年72歲 種水稻已有53年 他告訴我們 稻鴨共作是1991年 在日本飾演成功的一項 新型農業生產技術 而這項技術 也是借鑒我國稻田養鴨技術 發展起來的 中國於2000年開始推廣 稻鴨共作技術 沿嶺鎮西州村 是最早開始進行試店的區域 像我們身後那片稻田裡面 能看到一群鴨子 在那裡一動不動的 他們是在幹嘛呢 鴨子現在休息了 因為鴨子在24小時裡面 它有四個互動高峰 因為現在所以休息的 如果今天我們人不在 他們鴨子都會等在鴨窩裡面 鴨窩就是我們身後看到 這些小房子嗎 對 就這個小房子 這個小房子有什麼作用呢 就是剛剛出口那個小鴨 如果過了一個星期 擺到田裡面 這個半個月裡面 這個鴨窩是給它周風避雨的 而且設計的還挺有意思 它上面是有帶風潮的磚 就是可以通風的 對 對 對 就是鴨子進去它會有熱量 就是冷風從底下走 熱量從上面過來 西州村的稻鴨共作稻田是一級稻 每年6月水到20至25厘米高的時候 出殼10天左右的除鴨 就會被放入稻田 鴨子是雜屎性動物 它們會吃掉稻田內的大部分 雜草和害蟲 糞便則可以作為肥料增加稻田的肥力 跟隨系統舟 我們換上雨鞋走進稻田 設置組拍攝時正日8月烈日炎炎 稻田中的溫度接近40攝氏度 腳下蒸騰的水氣讓人更感溫熱 泥泥的稻田行走起來也十分困難 這讓我們更加體會到了 水之盤中餐 歷歷皆辛苦的深移 感覺這個稻子的高度 高度也高了 比我們在岸上看要高一些 所以在裡面穿行其實是很麻煩的 嗯 您這個是在割 這個不是稻子嗎 這不是水稻嗎 這個是雜稻 雜稻它不是原本的稻 您怎麼看著它的雜稻 你看它那個這個紫粒是長的 它不行 你看這個蒸的水子 它這個水子又大 紫粒它是粗的 這個是細的 那一般割的話 是從它的哪個部位開始割呢 割呢要從這個刀子的根部 哎呦 這還不太好說呢 好 是不是就可以了 可以了 謝同舟告訴我們 周圍的這片稻田 需要十幾個人連續勞作 接二十天 才能把田裡的拜草 核砸到清除乾淨 另外有機稻田裡的 另一個工程就是寄生蜂 這像怎麼把這個寄生蜂 吸引到田地這邊來 寄生蜂呢 它是不是吸引的 它是根據我們這裡生態好 它是自然生的 它要吃那個野花 野草的那個蜂蜜 田感上看了那個芝麻 就是我們種的 但是在其他田感上呢 就那個野色的 野綠的 野黃的 所以寄生蜂吸了那個畫面以後 它長了以後到田裡面呢 剛才就寄生在這個蟲子的身上 這個蟲就吃了寄生蜂了 你看你吧 這個看得出來 它的蟲子沒有活力了 沒有活力它就快要 快要受傷了 就是寄生蜂會把 寄生蜂就在把卵 寄生在這個蟲裡面 這個卵做必然蟲長大了 吃它的營養 這個蟲子就死了 寄生蜂 對水稻中後期控制鳴蟲作用明顯 特別針對稻種卷葉鳴 防治效果達60%以上 謝同舟告訴我們 除了用鴨子寄生蜂除蟲 稻田中還配備了太陽能有蟲燈 以減輕害蟲對水稻的危害 我們拍手時 水稻高度達到了60厘米以上 此時已經到了初歲的時節 鴨子對水稻上補葉片害蟲的 控制能力就會下降 在稻田裡生活了兩個月的鴨子 就要收回到水塘 那這些鴨子的主要品種是什麼 這個現在這個鴨子呢 是月鴨三號 那個綠頭的是公的 其他的那個就是抹的 為什麼要選這個品種的鴨子 放在田間啊 這個鴨子呢 它的在田裡面的活動性比較好 它吃草的能力和吃蟲的能力 也比其他鴨子好 抗病性也比其他鴨子好 再一個它煮上來以後 那個抹鴨產的 它96%的都是青鴨蛋 今年呢我們有鳳頭鴨 白色的 然後頭上有一撮小毛 對 07年從我這個鴨群裡面 找到一次揚州大學水清所 已經把它研究反射 木齊成了鳳頭鴨的養殖基地 今年第一年在田裡面 倒鴨工作 效果還不錯 它是藥用的鴨子 就是可以做藥的 對人吃的可以大不遠期的 肉質很鮮美 它那個採的能力也相當好 倒鴨工作 不僅可以收穫優質稻米 養鴨子也是一筆客觀的收入 謝同舟告訴我們 稻田鴨剛出稻田 每隻可以賣到近50元 4個月以上的能賣到100元一隻 由於稻田種的害蟲和雜草不夠吃 每天下午4點 合作社還有給鴨子進行人工投胃 這個是拿什麼做的呢 大麥 青康 還有水米 都是很綠色的一些飼料 都是加綠材料 是 合作社做的 合作社做的 一般像這個池塘的話要餵多少呢 幾盆差不多 5盆 5盆 現在是餵到第幾盆了 已經3盆下去了 3盆下去了 所以那些鴨子 你看吹哨子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沒有太大的反應 就在那裡遠遠的觀察著 餵第一盆的時候 他們都特別的 對 就是慌里慌張就過來吃了 他就搶著吃了 謝正遠 今年61歲 有著20年的養鴨經驗 他告訴我們 在投喂小鴨子時 飼料中還要加入豆瓣 玉米等農作物 離開稻田 謝同州帶我們走進西州村 謝同州的兒子 在南京做骨科醫生 老伴為了幫兒子照顧小孩 去了南京 所以家中只有他一個人 臨近傍晚 謝同州帶我們來到謝正遠家 因為村子裡老人居多 平時他們會經常聚在一起 喝茶聊天 吃晚飯 林李健的感情非常好 我感覺在這小院裡面吃飯 真的挺舒服的 剛下完雨 空氣也特別的好 也謝謝我們準備了一桌的菜 不可以 那我們先嘗嘗這個米吧 可以 這個米就是我們剛剛在稻田裡面 看到的有機的那種嗎 有機到米是最好的 大家嘗一下吧 好 現在稍微冷了一點 實際上口感更好 我覺得這個米最大的一個特點 就是非常的糯 很軟 很香 而且咬上去很有嚼勁 這個米的光澤度也挺好的 是的 那個亮晶晶的 煮西飯煮的上面有一層油的 那個更加好 有機到米顆粒均勻 飽滿 膠質濃厚 色色 晶瑩透亮 香氣四溢 謝同州告訴我們 市場上每斤有機大米 可以賣到26元左右 合作社每年收穫生態優質大米 3500噸 其中有機稻米120噸 主要銷往鎮江 南京 上海等地 村裡的農田種上有機到以後 村民們的收入也有了很大提高 那兩位謝大叔都是一直住在村子裡面的 對 家裡的也很近 經常會聚在一起 對 是什麼時候開始加入合作社的呀 6年 差不多 我不知道一樣的 家裡面當時有多少土地呢 我家裡面有八母地 八母地 您家是 十多 十億母地 十億母地 十多母地 十多母地 這個土地還沒有轉給合作社之前 每年的收入大概有多少呀 大概兩個來過去 每年是吧 對 每年 就是包括養鴨子和種水稻 對 那現在呢 現在只要翻一倍多了 邊吃邊聊 從幾位老人的言談之間 我們能感受到 他們對於現在的生活 都非常滿意 西州村人堅持了二十年的有機稻種植 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可 他們的收入也在不斷增加 夏季是萬物生長的世界 從拔結 抽穗到皆出雷雷果實 綠油油的水稻茁壯成長 他們不僅讓西州村變得越來越美 也讓當地人對未來充滿了希望 每一座城市的發展都離不開水 運河為我們服務了上千年 我覺得 我們應該更好地保護它 關愛它 我種田53年了 每當我走在這壁田野上 微風吹爛 稻花的清香 是我心裡特別討厭 因為我在家鄉 搞有機偵探農業也成功了 我的願望也實現了 我可以一般靠去